15流炮实弹射击 105流炮跟120破炮 在射击照明弹后变换阵地 24号在澎湖实施的镇江操演 大秀我国军力宣示嚇阻对岸的决心 但想要克敌制胜 当然是要更多武器 面对对岸不断侵扰军演挑衅 也让民众提高自主防卫意识 翻开蔡政府上台后 台湾历年的国防预算 从2017年编列的3217亿元 到2020年的3580亿 明年更破4000亿 编列预算4151亿元 但在台湾增加运费的同时 对岸也是连年增加 从2017年的1兆443亿人民币 暴增到今年的1兆4504.5亿 换算台并就高达6兆2367亿元 把两岸2022年军费比一比台湾编列的3726亿元 对上大陆6兆2367亿就差了16.7倍 但把两国国防预算占GDP比一比 台湾2.4% 大陆只有1.75 也让人质疑是不是为了军备竞赛 第一个当然是增加自己的防卫能力 那第二个其实你在外交上就会有话语权 那第三个也可以就是给经济带来新的活水 军事专家认为增加国防预算力大于比 但在悬殊的军费编列里 怎么有效增加国家安全 恐怕是台湾民众最关心的问题